晚辈唐玉 见过二叔 唐玉大哥 有什么事吗 长老们命我来传话 你席卷归来 他们自然欢迎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宗门自言人唐昊 绝不能入内 小三 你回来了 浩帝 阿姨 你们 大哥 没想到 今生还要重见兄长之日 大伯 这些年 你们受苦了 还随我回宗门吧 当年之事 使我不孝 辜负了父亲的期待 若大哥当年能有勇气 质疑父亲的决定 就不会让你们一家 受这么多苦 德哥 一切都过去了 今日我们一家前来 便是想击败一下父亲 击败老宗主 唐昊 你拖累宗门至此 都令老宗主气急病逝 如今 竟还有脸来浩天宗 七长老 你带天家 沦落至此 唐昊啊唐昊 若非为了这魂兽 一般可以走得更远 若能重来 我还是会选择保护自己的棋子 唐昊自知愧对宗门 不求能得到诸位长老的原谅 我已愿在父亲坟前磕几个头 唐昊 事到如今 还不知悔改 诸位长老 可还记得当初的约定 小三 难道你 今日前来 便是请诸位长老兑现承诺 第一 魂力突破八十级 第二 我要你带回一颗五魂殿封号斗罗的人头 第三 在第八魂环时 获得一个十万年魂环 只要做好这三件事 不但你能认祖归宗 我们也可以让你父亲重回宗门 四十万年魂环 就怎么可能 才多大年纪 就能达到封号斗罗级别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历经磨难 小三 一定会和大俩祖父一伴 成为浩天中的希望 诸位长老 你们当初给的期限是十年 如今看来 小三已超额完成其中两件 至于 你唐三现在的实力 哪怕没拿出几杀五魂殿封号斗罗的证据 我们也不会有所怀疑 我既然承证据 我既然承证是要说到做到的 我既然承证是要许多的 我既然承证是要所怀疑的 浩天宗弟子的身份 但也仅此而已 二长老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哪怕唐浩重回浩天宗 我们的恩怨也不会就此了断 欠我儿子的命 我一样要讨回来 七长老 我父母之事确实连累了宗门 但您觉得如果没有此事 五魂殿就不会对浩天宗出手了吗 纵然五魂殿 寄予我浩天宗天下第一宗的位置 但若非唐浩击杀了前寻击 魂殿又岂会轻易向宗门动武 那么我想问诸位长老 如果当年宗门选择与蓝天霸王龙家族 以及七宝琉璃宗联赏 如今上三宗会落得一王一残一退隐的结果吗 浩天宗在鼎盛之时 抛弃附属宗门选择退避 就真的没有错吗 怪啊 放射 好赞 你不过是一个三代弟子 哪怕如今有了点实力 也不该不敬宗门 我没有不尊重宗门的意思 我只是想替父亲为当年之事辩解一番 辩解 你有这个资格吗 七长老 我敬您是长辈 所以一再退让 若您再如此咄咄逼人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看 如何对我不客气 以六魂计 五魂分身 七长老且慢 公主放心 我有分寸 小子 如果你在不动用武魂的基础上 别向我一招 那么我与你父亲之间的恩怨 就此了结 也好 这么多年来 有些事总要做个了断 好 我答应来 小子 这一锤你接好了 七长老子会封号斗罗 每一个浩天锤的重量至少超过了五千斤 而他的武魂分身意味着小三要承受双倍的攻击力 小子 这一锤你接好了 定期魂计 七魂真神 哥 这是二灵的魂骨赋予的第二剑了 好小子 还真小瞧你了 那就看看双倍武魂真神的压力下 你是我还能挡得住 太瘫作弊魂骨技能 太瘫猖虫炮 太瘫猖虫炮 无关部队中央的掌控 双枪将冲击 刺身魂会的能量 可这一球 相当于儿童的权力一击 为了坦逼一般封号斗罗的地区攻击 那仅凭一个魂攻击 他就当初攻击双倍的武魂真神 实力不容下去了 就不可能 我的攻击怎么会被捣回来 老气退下 刚刚坠击若非是场空中发去 你现在恐怕不止是被逼推这么简单 小子 认赌服输 自死之后 不会再与唐昊为敌 齐掌 刚刚得罪 唐三 以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有在宗门发言的资格 但你想替唐昊辩解 也就代表着你在质疑老宗主的决定 以及挑战长老唐的权威 好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后果 不论如何 唐三定要为父母讨个公道 不敬长老唐之人 等同宗门叛逆 让大长老同时出手将其处杀 小三 不敬长老唐之人